我先说一下大姐吧 我觉得您的生活特别装 而且装得特别累 就是您既想要理想当中的 那一个男人或者一个爱人 也就是他远离世俗 他有他独特的精神世界 您又想要一个现实中的男人 他要能够跟周围的人打成一片 他要能够很好地融入 我们的市井生活 很难的 理想和现实落差太大了 那这个在我看来 就是一个很装的状态 因为我认为生活就两种 一种就是我单单纯纯的 过我想过的远离世俗的生活 一种就是我踏踏实实融入到市井 我就市井小市民的生活 买菜做饭天天那种油烟味 所以我觉得您得考虑 您到底要什么 当然还有一个 刚刚赵老师说的 您不爱这个男人 肯定不爱 在不问他之前 根本不知道他有一个酒精依赖 如果遇到有酒精依赖的 他的阶段反应 那一定是要去医院看的 另外还有一个 他刚刚说 小的时候 妈妈强行灌他药的事情 爸爸因为油桶摔地 然后自己骨折的事情 我们至少叫做童年的创伤 无论是心理创伤 还是身体创伤 他有创伤 创伤如果从心理咨询的角度 那是需要疗愈的 如果他告诉给您过 一年时间您都没带他 去找过心理老师 如果您都不知道 你们两个怎么能够聊到一起 那我就只能想 这一年您聊得跟他讲的是 你要融入我的生活 你要知道 我的生活是这个样子 你要完全配合我 这变成了配合 而不是真的爱情 所以从我的角度里 放下伪装 一切才能顺一 就特别好的验证了一句话 再次验证啊 所有的完美都是假象 你们在一起结婚的这半年 你所谓的幸福 其实那都是虚幻 那都是你想象出来的 就你说什么 让他改变去等人的这个习惯 他先走了就是把您抛下了 您怎么没想过去迎合他的脚步呢 因为你做不到 是 做不到 做不到 那凭什么要让他做到呢 他做不到就是抛下您了 哪来的这样的道理啊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内心都极其敏感和脆弱 我说的再严重一点 我就觉得 不只是装 就特别没必要 这边是一有什么 哎呀 我觉得他把我抛下了 那边是哎呀 不行 我童年有阴影 就是我们可以有童年的阴影 我们可以有曾经的创伤 但是我们不能拿曾经的创伤 拿出来再次去伤害别人 然后还把童年的创伤 理所应当的当成一个伤害别人的借口和理由 我觉得这样的做就是极其的自私 我们每个人都有创伤 我们每个人曾经都有过 感觉自己是被欺负的时候 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个创伤拿出来说 我把它当成伤害别人的借口和理由 不是您一个人婚姻失败 很多的人都婚姻失败 很多的人都是被抛弃的 但是不能拿着这个被抛弃 当成自己的一个武器 以后一什么就 你看我又被抛弃了 然后自私到底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其他的没有任何问题 你们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一个人喜欢市井的 一个人喜欢独居的 那你们就分开好了 就没必要再继续纠缠了 唯一两个人身上 我觉得你们都应该各自清醒地 看一下自己身上的问题 已经到这个年纪了 没必要再去弄那些 花里胡哨的东西 咱们就踏踏实实地实实在在的 才能获得人生的幸福 谢谢